一个印度小伙来我们中国旅行 坐火车去拉萨的视频 在外网上引发了热议 但其实出发之前 他的心里边是忐忑的 小科普一下 高原反应是指人体 对高海拔地区缺氧状况的一种 生理应激反应 因为在高海拔的地区 大气中养分压减少 这直接影响了血液的养合 造成人体供氧不足 导致缺氧状况 小哥这次坐的呀 是Z214列车 店里人的衣感 至少许是 Het都有 中间到的西宁站 他还不忘给大家展示一下 我们的车站真的是到哪里都是那么的干净 到了格尔木站呢会换一次火车 我也是比较少见的从外国人的视角看一看是什么样的体验和感受 我们在这里面的随时 这体积度是3000米录 我们在3公里上的地方 这种一种小平的地方 只要看你这些转型的转型 看这里有一个转型的转型 因为当我们的转型的转型 我们会放在转型的转型 所以我们都没有问题 看这里有很多转型的转型 看这里有一个转型的转型的转型 看这里有一个转型的转型 我们可以看到每个转型的转型 每个转型的转型的转型 看这里是我的转型 轻藏铁路是我们中国新世纪四大工程之一 是通往西藏腹地的第一条铁路 也是世界上海拔最高 线路最长的高原铁路 被称为是有史以来最困难的铁路工程项目 印度小伙子在车上用翻译软件 与工作人员进行沟通 有个有意思的点是 列车员小姐姐以为咱们酒这个手势 应该是世界通用的吧 但其实这个小伙子是不懂的 最早我也以为咱们六七八九 他们都能明白 但其实不同的地方表达方式并不一样 反正我看过老外有这么表示6的 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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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小伙子对餐厅的环境也是赞不绝口的 食物嘛炒圆白菜看起来不是太可口 倒也是可以理解的 挺真实的 不可能什么都满意 尤其是不同地方的文化语言 包括饮食差别还是很大的 到了第二天早上随着海拔的升高 它被眼前看到的景色深深的吸引了 这一天早上随着海拔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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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度小伙子对自己的高原反应和整体的乘车体验呢总结了一下 这一天早上随着海拔的水平 这一天早上随着海拔的水平 到达目的地之后 他遇到了非常友好热情的当地人 他直言第一印象真的太好了 宾馆的条件他也是非常的满意 这个印度小伙子也算是他们的网红了 视频发布之后评论区的印度网友说 真希望有一天我也能亲自去进行一次这样的旅行 谢谢分享 还有人说中国太棒了 如此的干净又专业 有人已经开始探讨高原反应是怎么样的 说带着自己78岁的母亲去 不知道能不能适应 还有人说你拍的晚上的景色太美了 看到那些画面 我真的好奇是如何建成这样的铁路的 这是怎样的一段旅程 一生只有一次的经历吧 你看到的那些美景 可能很多人一辈子都没有机会见到 你的旅行是非常鼓舞人心的 很有趣 让我们对中国充满了好奇 这样的评论还有很多 评论中不只有来自印度的网友 还有来自世界各地的网友们 因为他的视频是有英文翻译的 我不就是这么看懂的吗 可以说很多的外网网友们 跟随着印度小伙子的视频 领略了我们的壮美景色 并体验了我们无与伦比的高原铁路 就像一位网友言简意该总结的那样 令人惊叹的火车旅程和风景 此时耳畔响起了天路的歌声 就像歌词里说的 那幸福的歌声应传遍四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